记者王星云台北报道 并设计先前计划 直接到台北附近接拍摄 拍摄成果出炉后 也让两人绝不满意 两人创作的Random Day 大抖随信封 将独处的悠游 自在反映在旋律中 最后则是王若琳的 地神嗓音画龙点睛 王师安笑说 虽然很聊得来 其实我们很少碰面 都是靠通讯软体 Gmail连绩 就连在创作这首歌时 也都只有在网上沟通 完全都没有碰到面 自嘲两人根本是网友 王若琳这次不止现身也现身 跨导演出MV的邀约过程 也超随便 让工作人员笑说 真的随喜双书 这支MV全程用智慧型手机所拍摄 最后听了计程车 司机建议到台北附近接拍摄 王师安表 是 边开车边找场地 因为看到空园中 有六滑梯 非常有趣 也很符合我们任何跳棚的感觉 当下决定就下车开拍 他更爆料因为太过放松 王若琳坐在六滑梯上打哈欠的镜头 野兽录 堪称是台北生活纪录片 王若琳坐和王师安合作新歌 付音乐提供 王若琳坐和王师安用智慧型手机拍新歌MV 付音乐提供 王若琳坐和王若琳坐和王若琳坐ので 这个背景是小时最 perderawan的